美术馆的工作呢 它就是 我们常常就开玩笑说 女人会变男人 男人会变超人这样子 台湾女孩刘桂平是一年九五后 在台湾大学毕业后 选择到四川美术学院读研究生 近期她正在变身为超人的路上 从山城重庆来到了花城广州 在美术馆里开始了自己的实习生活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我在重庆遇到的朋友 都基本上是广东的朋友 他们给我一种家人的感觉 就有广东朋友说 广东去到香港很方便 去到澳门也很方便 他说你以后就去广东啊 你回到家里 你回台北也很快 在广州市台湾青年 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的沟通下 刘桂平在七月份 开始了在广州的实习工作 而大新美术馆 其创始人同样来自台湾 美术馆不仅展出 两岸艺术家的作品 还为两岸的年轻艺术家 提供了许多交流机会 和创作的空间 这位出入职场的九五后 在这里也拥有工作之余 自由创作的小天地 就是这边是我们 祝村艺术家的一个祝村基地 就是两岸 他会请一些两岸的艺术家来交流 然后这边就是我平常的宿舍跟工作室 这样子 年轻的艺术家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脑海中有广袤无垠的精神世界 但眼里也关注着现实世界 近期河南洪灾的消息 牵动着这位台湾女孩的心 她为此心神不宁 也拿起画笔 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她的忧伤 我就觉得其实就生命最后我觉得很渺小 所以让我感到了一个很渺小的感觉 然后所以我就最后 我把所有的人又变成一个点 刘贵平说她关注河南 一是牵挂灾区的情况 二是因为河南也是她心之向往的之地 我第一次离开重庆以外的 就是去了河南的郑州 然后是真的看到那种 就是中华文化 我觉得太漂亮了 就是我在飞机上看的时候 都看到都是那种黄土 然后我觉得很有一种凄美的感觉 我现在我一个学生 我能捐款 我捐不多钱 那我本来还在想 那又不要卖艺术品 比如说我只能捐50块 我一个人现在账户 我只能捐50块 但如果我艺术品 我可以卖个500 5000 甚至更多 我想把它全数捐出去 现在刘贵萍正在忙于准备 她和一位广东青年艺术家合作的画展 她每天都在美术馆的工作 和自己的创作中忙碌着 不断学习新的技能 也不断滋养着自己的小小心愿 在大陆发展 去看更多的大陆城市 用自己的眼睛和脚步 去创作艺术 去感受文化 年纪轻轻的她 心中的未来之路已经格外清晰 就是大陆它好大好大 然后它跨越很大的横幅 就是我就觉得 这个土地很漂亮 所以我想留着 除了说想继续从事 就是艺术家艺术的这个工作之外 我可以有其他的时间 我继续的去再 就是旅行到每个城市去看一下 这样子 就是一个小小的 但是也没有 没有说过的一个小心愿 但是自己心里 就是因为很喜欢中华文化 这个 我真正的来这边之后 才发现其实青年之间的交流 是很多的 对 那我觉得这种交流是非常的好 我只在意 我自己来身体力行 我看到的大陆是怎么样的 而不是说媒体上说 那我看到我确实觉得 很不错 所以我才愿意留下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台商子弟 我爸妈全部 所有的亲戚都在台湾 我来这边第一个是 我本来就对中华文化很感兴趣 所以我不在乎媒体上说那些 其实说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 我的朋友们 几乎都跟我是差不多的想法 我觉得台湾青年大家都可以勇敢一点